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,古装电视剧《山河月明》近期正在热播,引起了一股明朝热。 剧中,朱元璋、朱允文、朱蒂、朱高赤等明朝四代帝王悉数登场。 除了这些帝王外,后宫的女子们也十分出彩。 马皇后、徐妙云等明朝皇后们各有千秋,剧中,朱镖的侧妃吕氏也有登场。 吕氏又称吕太后,她是剑文帝的生母,也是明朝第一位皇太后。 她本是一位红韵当头的女子。 遗憾的是,好运气在前半生用完,最后成了一位三吴太后。 吴氏浩、吴灵木、吴索忠。 本集不谈论剧情,仅从历史的角度来和大家介绍剑文帝生母吕后, 希望通过史料记载,带大家了解一位明朝初年的奇女子。 一、吕氏由女初长成,东宫储君纳侧妃。 本集的主人公吕氏虽然是剑文帝朱允文的生母, 但她并不是一文太子朱镖的原配妻子。 朱镖的原配是常玉春之女常侍。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,朱元璋祭拜天帝,正式登基,建立大明。 之后,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册封妻子马氏为皇后,册封长子朱镖为太子。 当年,太子朱镖年仅13岁,四年后,也就是红武四年,朱元璋为朱镖举办隆重的婚礼。 太子妃则是已故开国大将,开平王长玉春的长女常侍。 根据东宫妃常侍旷志记载, 开平中武王长玉春是为开国元勋,女约某,与楚皇同年,原自强宝,集结英号之约。 意思是说,朱镖和常侍在强宝之中,便被定了娃娃亲。 红武四年,朱镖正式迎娶太子妃常侍入东宫。 常侍嫁给朱镖后,是为大明太子妃,十载东宫原妃,勤俭孝敬。 不以贵妇交,赢妇得之义,成天下之表义。 可见,常侍虽然是武将子女,但品性方面还是比较优异的。 红武七年,太子妃常侍生下嫡长子朱雄英,地位稳固之后,礼部奏请为太子纳侧妃。 朱元璋经过挑选,决定纳本级的主人公吕氏入东宫,为朱镖侧妃。 根据名史卷一百一十五记载,皇太后吕氏,寿州人,副本,类官太常青。 吕氏的闺名和出生年月都无所考,现有的史料显示他是寿州人,金属安徽淮南。 他的父亲叫吕本,曾担任太常青。 根据淮南的地方之记载,吕本是南宋名将吕文焕的后裔。 南宋湘凡之战时,吕文焕死守襄阳六年之久, 最终因淡尽梁绝投降蒙元,他的后裔一直在元朝为官,吕本便是其中之一。 元朝末年,朱元璋在豪州起兵时,吕本还是元朝的元帅府都市。 吴元年,公元1367年,吕本投降朱元璋。 第二年,洪武元年,朱元璋任命吕本为湖广行省赵摩,正八平。 洪武三年,吕本升任中书省又四郎中,正五平。 到了洪武六年,吕本已经升任太长青,正三平。 七年之内,吕本从正八平的小官连升数级,成为了明朝司法大法官。 这种开挂式的晋升方式,只能说明,要么吕本的能力非常突出, 要么朱元璋对吕本特别钟爱。 从朱元璋为朱镖那吕本子女吕氏为侧妃这件事也能看出, 吕本是朱元璋比较认可之人。 和太子妃常识不同的是,太子侧妃吕氏入东宫后非常低调, 历史上几乎没有关于他品行的记载。 不过据万历也或编记载, 太子妃常识在东宫待他人十分随和, 颇有孝慈高皇后马皇后之风。 由于朱镖的东宫只有长氏和吕氏两位嫔妃, 这里的他人指的应该是吕氏。 由此可知,吕氏虽然身为侧氏, 他在东宫的日子应该还算顺遂。 吕家本是元朝祥臣, 吕氏能入东宫为侧妃以示殊荣。 当时东宫太子妃乃是开国名将常遇春之女。 在那个看出身的年代, 一个出身在前朝将臣家族的侧氏, 在一个开国名将的长女面前, 应该没有太多的底气。 不过,历史证明, 吕氏是一位红韵当头的女子, 因为她的运气实在是太好。 二,测试生子为嫡妻, 树子丧凶成嫡长。 红五十年, 吕氏诞下一子, 因当时明皇祖训已经编撰完成, 朱镖便给次子取名为朱允文。 朱允文是朱镖的次子, 虽然出身于皇家, 但仍属于树出。 而且,朱允文出生之前, 朱允文已经有了两个孙子, 朱镖长子朱雄英, 朱长子朱继熙, 所以, 朱允文出生的时候, 朱允文和朱卫皇子, 虽然照例给东宫送来了贺礼, 却远没有那么隆重。 值得一提的是, 明皇祖训在红五八年, 正式将朱镖之系的辈分确定为, 允文尊祖训, 清武大军胜, 顺道一逢吉, 施良善用胜。 所以, 朱允文的名字中含有允字, 也含有伙字旁, 而他的大哥朱雄英因为出生在红五七年, 所以没有按照这个规则来取名。 红五十一年冬月, 太子妃长氏又诞下一子, 这是他为朱镖生下的第四个孩子, 也是朱镖的第三子, 朱镖为其取名为朱允腾。 当月, 长氏英产子过程中损伤太过严重, 竟去世了。 太子妃长氏嫁给朱镖七年, 生下两子两女, 颇受朱镖宠爱。 如今戛然离世, 让朱镖非常伤心。 朱元璋下旨为太子妃绰朝三日, 是敬意。 太子妃去世, 朱镖的东宫格局便发生了变化。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云。 初, 太祖侧长妃, 继侧吕妃。 长氏轰, 吕氏使独居东宫。 意思是, 当时朱镖的东宫只有两位妃子, 长氏去世后, 东宫便只有侧妃吕氏。 按照常理, 朱镖要么重新续显一位新太子妃, 要么将侧妃扶正。 考虑到吕氏已经育有一子, 当时长氏的幼子朱允腾尚且年幼, 需要母亲的照料。 朱镖在禀明朱元璋后, 决定选择后者, 决定将太子侧妃, 吕氏扶正。 就这样, 吕氏由太子侧妃, 摇身一变成了朱元璋的长席, 朱镖的正妻。 从礼法上说, 吕氏是朱雄英和朱允腾的继母, 而他的儿子朱允文也从太子树子变成了续贤生的嫡子, 他由侧氏变成正氏, 儿子由树子变成了嫡子, 这种变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 事实证明, 吕氏的好运气还没结束, 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后, 规定了居敌长者必正处位, 这意味着, 如果朱镖的长子朱雄英长大成人, 必然会成为朱镖的接班人。 因此, 不管是朱元璋还是朱镖, 都对朱雄英寄予厚望。 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, 朱雄英敏而好学, 获得朱镖喜爱。 然而, 惠姬必伤, 红武十五年五月, 朱雄英英病夭折, 年仅八岁。 朱镖伤心欲绝, 朱元璋更是下旨按照皇子礼仪后葬朱雄英, 追封他为渔王, 并让文武百官步行为朱雄英送葬。 朱雄英的去世, 给朱镖一脉造成很大的影响。 按照常理, 如果他朱雄英不死, 他必然是朱镖的继承人。 即使朱雄英夭折了, 如果他的母亲长氏不死, 那他的同母弟朱允腾将会是唯一的嫡子。 这样的话, 就没有吕氏母子什么事了。 然而, 老天仿佛特别眷顾吕氏, 长氏的轰氏, 朱雄英夭折, 这让吕氏成为了嫡妻, 也让朱允文成为了嫡长子。 一时间, 吕氏母子成了东宫之中除了朱镖之外最为尊贵的人。 三, 太子一双尊太后, 燕王长扫轮囚徒。 吕氏被扶正之后, 又相继生下来朱镖的第四子朱允坚和第五子朱允熙, 作为朱镖的太子妃。 吕氏在红五年间出席过一些礼仪活动, 特别是在马皇后去世之后, 吕氏还主持过一年一度的奇残节。 吕氏的高光时刻持续了十余年, 直到红五二十五年, 他的命运再次发生改变。 红五二十五年, 朱元璋派朱镖巡视陕西, 朱镖归来后染病。 不料病情加重, 到了四月二十五日, 朱镖不治身亡, 年仅三十七岁, 吕氏从太子妃变成了一位双居之人。 朱镖的去世, 打乱了朱元璋太多的计划, 朱元璋肝肠寸断, 几乎一夜白头。 后来, 在刘三吾的劝说下, 朱元璋决定将皇位留在朱镖一脉。 据明史本纪第四记载, 帝生隐晦好学, 兴致孝, 年十四, 戴一文太子集, 昼夜不暂离。 更二年, 太子轰, 居桑悔及, 太祖府之约, 而成纯孝, 故不念我乎。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, 立为皇太孙。 朱镖并重期间, 朱允文在床榻前世级, 昼夜不离。 朱元璋认为, 作为朱镖名义上的嫡长子, 朱允文是个至成至孝的好孩子, 因此, 决定立朱允文为皇太孙。 六年后, 朱元璋驾崩, 朱允文顺利继承大统, 改元建文, 视为建文帝。 朱允文追尊父亲朱镖为孝康皇帝, 而吕氏作为朱允文的生母, 自然被尊为太后。 如此一来, 吕氏变成了大明朝的第一位皇太后, 不含追尊。 从祥臣之女, 到太子侧妃, 再到太子正妃, 再到皇太后。 吕氏人生的每一步, 都好像有运气的加持。 然而, 让吕氏没想到的是, 他前半生貌似把运气已经用完, 后半生却没活成太后该有的样子。 红武三十一年八月, 登基仅三个月的朱允文便开始削藩。 周王诸宿被贬为庶人, 流放云南, 其他诸王人心惶惶。 此后一年之内, 又有四位藩王被削, 他们或被贬为庶人, 或被囚禁于宫墙, 向王朱柏不堪折辱, 竟然举火自焚了。 建文元年七月, 坠坠不安的燕王朱棣终于下定决心, 举兵静难。 明朝开国不足四十年, 便迎来了一场大规模的内部战争。 期间, 朱允文用人不当, 昏招平出, 最终输了这场殊职大战。 建文四年六月, 朱棣攻入南京城, 朱允文放火烧掉偏殿后失踪。 需要说明的是, 和朱允文同时失踪的, 还有他的妻子马氏和长子朱文奎。 而朱允文的母亲吕太后则被朱棣火捉。 从此, 大明朝的第一位皇太后又变了身份, 她此时是朱棣的囚徒。 四, 太后守灵三子皆苦, 庙堂争斗妇如何孤。 朱棣虽然是篡位者, 但吕太后毕竟是她的长嫂, 朱棣对她多少还保留着尊重。 明史记载, 亚太后至军中, 恕不得已起兵之故, 太后还, 位置, 宫中已火。 这段话说得非常委婉, 意思是, 朱棣攻入南京后, 迎接吕太后到军中。 朱棣向大嫂诉说自己是逼不得已才起兵的。 等太后返回时, 朱允文已经在宫中纵火了。 估计, 当时吕后落在朱棣手中, 朱允文以为母亲已经殉难。 也就是说, 朱允文失踪前并没来得及和母亲告别。 根据万历也获编记载, 后出宫复顾号为太子妃, 寻命一文朱子, 吴王为广泽王, 居张周, 恒王为淮恩王, 居建昌, 是年聚赵桓, 固知凤阳高强。 朱棣登基后, 不承认建文帝的正统地位, 他废除了建文帝的年号。 不仅如此, 朱棣也不承认大哥朱镖孝康皇帝的身份, 他将朱镖重新降为义文太子, 而作为朱镖的妻子, 屡室从大明朝第一位皇太后, 再次被降为义文太子妃。 纵观史册, 从太子妃逐渐晋升为太后者居多, 然而, 从太后降为太子妃者, 极为罕见, 而屡室便是一例。 朱棣登基后, 怎么安排大嫂成了一件麻烦事? 最终, 朱棣将嫂子打发到义文太子陵园, 为朱镖守墓, 并派重兵监视吕氏。 不准吕氏出陵园半步, 吕氏被赶出皇宫, 他的几个儿子也没落到好下场。 当初, 朱允文登基时, 封三帝朱允腾为吴王, 封四帝朱允坚为恒王, 封五帝朱允细为徐王。 其中, 朱允腾为常世所生, 朱允坚和朱允熙是朱允文的同母弟, 二者皆为吕后所生。 朱棣攻入南京后, 抓到了朱允文的三位弟弟, 将他们统统贬为郡王。 同年, 朱棣右下旨照朱允腾和朱允坚回京, 将二人贬为数人, 幽静在凤阳高墙之内。 从此, 二人再未见过墙外的月光, 直到他们被囚禁而死。 对于朱允文最小的弟弟朱允熙, 朱棣倒是网开一面, 十载, 为少子允熙, 先封徐王, 改封夫惠王。 随母吕太妃居一文陵园, 朱棣登基时, 朱允熙才十一岁, 她被朱棣改封为夫惠王后, 随母亲吕氏一起居住在朱镖的陵园。 朱允熙的到来, 让吕氏膝下游子, 也算是对她仅有的慰藉了。 可是, 永乐四年, 又发生了一场意外。 永乐四年, 朱允熙的房间失火, 因侍卫救火不及时, 朱允熙被活活烧死。 朱棣给朱允熙是哀检, 万利也获编记载, 盖一吕后生, 不欲显朱之也。 自此吕后遂不知所终, 意思是, 或许因为朱允熙是吕氏的亲生儿子, 占了名分, 朱棣不好在名面上杀他, 只好派人用纵火的手段为之。 朱允熙去世时, 吕氏的伤心程度可想而知。 此后, 史料中便没有了吕氏的记载, 不知其所终, 作为明朝的第一位太后。 吕氏最后混了一个三无结局, 即无嗜好, 无陵墓, 无所终。 吕后, 这个红韵当头的女子, 仿佛前半生把一生的运气全部用光, 后半生栖栖然。 建文帝的生母吕太后一生有三大幸运, 以降臣之女入皇家, 并生下太子次子, 此为一也。 太子妃长世早轰, 吕氏继任, 服役皇孙, 劳苦功高, 此为二也。 朱镖夭折, 允文继位, 吕氏居于太后职位, 尊荣无限, 此为三也。 然而, 朱允文悟性书生之言, 逼返朱帝, 导致皇位亲父, 吕氏将位最终却变成了三无太后, 红韵当头变成了黄洋恶润。 苏联作家阿列克千叶维契, 曾写过一部着明的小说, 书名是战争, 让女人走开。 但作者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是, 战争中本来不应该有女性的参与, 但又不可能没有女性牵连其中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争, 禁难之意是战争, 书直戏强也是战争。 呜呼, 庙堂争斗, 妇如和孤, 明朝皇室内斗, 书直相杀, 最终却累积妇如, 引后人一生长叹。 后继, 阅读明史你会发现, 明朝第一位太后吕太后实在是个情女子, 吕氏作为朱镖的侧妃, 朱允文的生母, 她的前半生堪称红韵当头。 本来, 她是元朝祥臣之女, 又只是侧妃, 在太子正妃常侍常遇春之女面前是没有底气的。 可是, 偏偏尝试死了, 吕氏被辅政, 成为朱元璋名正言顺的掌席了。 本来, 她的儿子朱允文是朱镖的庶子, 可是, 朱镖的嫡长子朱雄英竟然夭折了。 这样, 朱允文不仅因为母亲被辅政变成了嫡子, 还因为大哥去世而变成了长子。 本来, 红武二十五年, 朱镖突然去世, 作为太子妃的吕氏前途一片暗淡。 可是, 朱元璋却决定把皇位传给孙子, 这样一来, 吕氏又成了皇太孙的生母。 朱允文登基后, 她变成了明朝第一位皇太后, 人在家中坐, 运从天上来。 可是, 命运好像又在捉弄她, 她的红韵仿佛在前半生用完了, 后半生却突然有点被运。 她当上太后之后, 儿子朱允文竟然要消翻, 而且手段极其激进。 最后逼返燕王朱棣, 经过四年熬战, 朱棣登基, 朱允文失踪, 吕太后又从太后之位跌落神坛, 被降为义文太子妃。 后半生, 欺欺然是, 三个亲生儿子一个失踪, 一个困死在高墙之内, 另一个被活活烧死。 从祥臣之女变为太子正妃, 再从建文帝生母变成三无太后, 不得不让人感慨人生无常, 命运无常。 好了,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, 感谢您的观看。